正所謂禍蟲口入 正所謂禍蟲口入 很多市民都不知道 其實食物都可以傳播耐藥性細菌 郭醫生 你好 你好 市民有甚麼可以做去預防感染呢 是的 其實世界各地的研究都顯示 動物的身體是可以帶有耐藥性細菌的 在豬牛 雞鴨的腸臟裡面 我們都找到過多重耐藥性細菌 動物的排泄物是有機會污染環境和水源的 當我們用這些水去灌溉的時候 蔬果就有機會受到污染 而另外一方面在屠宰過程 亦都可能會污染到動物的肉類 所以我們不小心 就分分鐘會吃了這些耐藥性細菌 所以一定要小心處理食物 要分開用來處理生熟食物的刀 剪刀和砧板 以防交叉感染 所有接觸過生肉的廚具 都要徹底精結 摸完生的食物就記得要洗手 生的食物是要放在雪櫃或者冰格儲存 當然食物是要徹底煮熟才好吃 我們做足以上各點 就可以防止吃到耐藥性細菌落土 不過紅色很主持 liksom息 recording 如果按照耐藥性的工具 你不要有嚴重出